大家好,今天分享一局梅花铺,后手平分马破当头炮,横中炮,黑跳马,红跳马 走到这里,黑方比较多的走法是G908,挺三足或者七足 这一局黑方走的是马二进三,驱头平分马,也叫顺势平分马,锋芒内敛弹性十足 是目前流行布局之一,横出狙,黑出狙,黄进狙过河,黑挺七足,红平狙压马 黑炮八特一,准备平炮打狙,红退狙吃足,黑平炮打狙 红狙三平六,黑补项,红进狙准备吃足压马,红放连续走狙,放了布狙大忌,一子多动 黑进狙下二线,要平狙压马,红补顺,黑进马踩狙,红狙吃足压马,黑平狙宝马 红炮五平踢,要硬吃马,黑马六进四踩狙,红七这里有两种走法,第一种直接狙吃马,黑狙吃上来 双方对掉之后,黑炮打马,红方此时不好跳阵马,也不好补项 于是走了炮八平四,黑进狙要吃底象,红方如果补项就被炮打了 只好跳个边马,黑狙吃上一将 红方如果落势,黑棋会平狙,然后炮碾断杀,所以红棋选择电炮 黑进炮要打中兵,中兵要是给打了就不好手了 红挺兵 黑平炮打兵 红出狙 黑平炮奔路,要沉底 红进狙,跟着炮 黑进炮打狙 红再进狙 黑跳马,要卧槽 红趁势顶住 黑进炮沉底,要硬吃炮 红捕尸 那就在此时,黑七狙砍炮 红方只能帅吃 黑进炮一将 只能上帅 然后再进马绝杀 回到这里 刚才红狙吃马交换不行 这一次走退狙捉马 黑进马踩炮 红马踩上来 黑马三进四 要对狙 红狙如果不对 黑狙吃兵上来 会威胁红方双马一炮 所以选择对掉 对掉之后 黑要平炮打红风七路马 所以先挺兵火马 那就平炮打三路马 红冲兵捉马 黑马四进六 要吃红马 红风只好退马 黑炮鸡底下 红马四进五 黑平炮 红退炮打鸡 想把黑鸡赶走 但是黑鸡不逃 平鸡未到 现在随便红方打不打去 黑方都是尽靠全体 重炮绝杀 梅花谱体系的讲解了 多种不及的精彩沙坝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